我的天呐,你知道这种绿头鱼沙雕人吗? 他们长得一脸蠢萌还可以随意拉伸 有个小伙子把沙雕人剪开 在他的身体里竟然发现了一枚四叶草水晶球 据说到了午夜,这枚球就会散发绿色的光芒 但凡是看到绿色光芒的人 都会在一周之内获得好运 真的是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绿头鱼沙雕人 这么长得也太蠢了吧 剪开油,竟然还能发现四叶草水晶球 最重要的是,这枚水晶球 要马上就会发出新的绿光 但几个绿色光芒,马上就有个好运动了 但是,是哪个才能买到这个绿头鱼沙雕人呢? 竟然,你看这个沙雕人,长得好久了 你这个从哪买的呀? 这个大人是从小麦不买的呀 老板心里的我,是不是很可爱呀? 是蛮可爱的,这肚子炎的悠悠的 说不定里面有宝贝呢 什么宝贝,你干脆吃下把它剪开吧 哎呀,别小气嘛,让我来试一下 要是找不到宝贝的话,那我就给你一个好了 那要是找到宝贝,你也得分我一半 没问题 仔细看着蜜多鱼,长得也太搞笑了吧 随便在那表情也很蠢哦 捏一捏 这嘴的样子,还有点像白鸡腻的 它的鼠可以拉伸得好长呀 肚子里摸起来很绵绵的 特别的耐摔 咱们来剪剪剪看,看它的肚子里有用蟹套水晶球 捏你的小屁屁 啊,白色的伤马上就喷出来了 这个场面,怎么有点不可瞄注意呀 咱们把这个口子给剪大一点 一切圈鱼 把你们的杀钱告出来 看着蜜多绿头鱼,瞬间就干瘪掉了 但是没想到,看肚子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杀子 找了一招,它杀的还好都没有 我的蜜多人怪掉了 你不是说那里面有什么宝贝吗 这一只里面倒是没有 是你下一只里面再用啊 哪有下一只啊 别子,等着我,马上我就回来 稻子,等着我回来了 我在小牌部,买了四株鱼头鱼 哇塞,你好有钱啊 这一只可以二十五块钱呢 我操啊,可都是胖吞吞的 那你要把这四只全部剪开吗 不剪开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贝呢 这一只,咱们换个大一点的朋友 小肚子也太肥了吧 我捡你,好多沙子啊 沙子全部掉出来 完了,不错,这只里面也啥都没 算了,算了一只吧 这一只咋就像没睡醒一样呢 快醒醒了你,快醒醒了你 咱们从肩膀的肉给它剪开 一脚换来,胳膊没了呀 又没有 想找到四叶草水晶球也太难了吧 会不是你运气不好呀 要不然换过来吧 这个绿头人长得这么憨 一看就跟我一样,是个绳孔 咱们就从他的脚这里开始解吧 全是细沙呀 反正他肚子都快空了 你也没看到里面有东西啊 这只细沙已经完全倒出来了 又没有发现有宝藏 这只细沙最后一只啊 这只要再抽不着 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因为他的肚子看起来超圆 应该有东西吧 咱们直接从他肚子上风开始剪 先伸手进去跑一趟 我没用来说 有没有东西啊 赶紧拔开来 天啊 真的是四叶草水晶球啊 这头也太好看了吧 又是你呢 这真的把你找到了 真的是辛苦你了 不准连起来少了这么大一个球 我这球有什么用啊 有天悲 你知道了 小伙伴们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咯 我看这个球也没啥变化啊 那是因为咱们现在还开着灯呢 然后把灯关上 我就会看着 它是什么样的啊 难道它是个夜明珠 我才能做到那个发光啊 你们的四叶草 看出了它最多样子啊 而且最终看见 绿色四叶草的人 你才会让一猪 有好运想我们在身上哦 我要赶紧洗个月啊 所以目前的小伙伴们 也快来洗个月了嘛